日前,国盟总秘书拿杜斯里横沙在努丁披露 将会在近期公布加入国盟的10名前巫统战将的身份 根据阳光瑞报的报道,其中三人来自柔佛州 曾经在巫统党内担任重要的职位,有一定的影响力 消息人士指出,我现在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 但我可以告诉你,他们来自柔佛州,他们都是重要的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战将 消息人士也表示,国盟很快就会宣布这些英雄们 加入国盟的消息 目前只有巫统前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穆莎宣布正式加入伊斯兰党 而前雪州巫统主席丹斯里诺奥马也积极为国盟竞选 此外,国盟也在积极拉拢前巫统青年团团长凯里 安努亚穆莎,诺奥马和凯里是分别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 被巫统开除党籍 另外,也有多名巫统领袖被冻结6年党籍 包括柔佛州重量级领袖拿督斯里西山木丁 和前柔佛州行政议员拿督茂里战 西山木丁目前是森布隆国会议员 他和茂里战都曾经抱怨冻结党籍的决定 并没有按照程序进行 因为他们并没有被纪律委员会传照审查 而巫统主席拿督斯里安莫扎西日前则表示 被纪律兑付的人士并没有提出上诉 并没有质的 并没有费이고 场上 暴跣